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把自己的一个影片分享出去 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看到嘛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到就是分享 所以做好的影片如何分享出去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曾经做好了一部影片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这部影片 所以我们先点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这部影片呢 例如说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六次的观看 你大概稍微记住反正就是个位数就对了 个位数 然后这部影片我如果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第一招我当然就会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 那怎么样分享这部影片呢 我分享另外一部影片好了 怎么样把刚刚刚刚刚我的 例如说我想要分享这一部影片 现在这部影片有15个人次的观看 那如何分享出去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点选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的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分享 分享我可以分享到什么 脸书上Twitter Google家 Vlog还有这些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在国内比较不红 可是最重要的地方 稍微发现一下 这边没有LINE 对不对 这边没有LINE 好我们假设先分享到脸书 那脸书的话 我是不是要先去输入自己的 就是先登录自己的脸书 这就是我脸书的账号 密码当然就不能告诉你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要说个话 说个话哦 比如说 这是不是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我这样子分享出去 就可以给我的脸书上面的 就可以给我脸书上面的好友看到了 除了我的好友可以看到 请问一下 全世界的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 记住 一定要在脸书上面加tag 加tag全世界就看得到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当然您最好是下一个标题 例如说我的影片叫做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那很多人就是直接把这个名称放上去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是一部很实用的工具 那最好前面就是说 您知道您知道手机也可以下载YouTube影片吗 然后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这部影片是一部很实用 对不起 这是一部 一部怎么会是工具呢 是一部很实用的影片 是一部很实用的影片 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之类的 你都可以这样子打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那我还是要强烈的建议你们 一定要加tag 我们现在是tag的时代 人家可能会因为tag找到你的影片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tag的用法就是加紧字号 youtube影片 然后空一格 空一格的意思就是tag的结束 好 再来 紧字号 例如说 那个手机 这是手机下载影片 好 这样就有两个tag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什么 发布到Facebook上 那谁会看到我的内容呢 好 这边我们就直接关掉了 谁会看到我的影片 谁会看到我的内容呢 我现在要去打开我的脸书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给你们看 所以直接打开给你看 你看我刚刚发布的 当你点选自己的名字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动态 自己发布的或者是按了谁的影片的赞之类的 你看我刚刚打内容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点赞 当然可以点赞 我就直接点赞 对不起 我就直接点赞 那还有等一下会有谁点赞 通知里面会告诉我 通知里面会告诉我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反正就是我大概有六七百位朋友 但是至少有一成人会来点赞 可是有一种情形不会点赞 就是当我今天发布说 打数据分析工具很好用 请大家努力来去学习 按的人就比较少了 好 那当我发布那个 哪一部电影很好看 就有很多人来按赞了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你看这边 通知 通知 你看他从这个人跟这个人来按 我刚刚发布的这个影片 好 那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 请你们现在来去把自己的影片 发布到 发布到脸书上面 分享到脸书上面 我也要去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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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